他们的诗人作家安獨生 曾经创作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故事是关于一双美丽的红色舞鞋 欢迎来到下水道 我是希哥 今天要分享的是关于红舞鞋的真实事件 曾经有一段时期 欧洲人疯狂跳舞 直到筋疲力竭而死 在安獨生笔下 红舞鞋的故事是这样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美丽又善良的女孩 她跟妈妈住在一间破案的小房子里 他们家里非常贫穷 常常吃不饱 连双出门能穿的鞋子都没有 当女孩的母亲故事时 女孩也只能吃了酒为母亲送葬 这一幕被一个好心的老太太看见了 决定收养女孩 老太太提供女孩安稳的生活 帮女孩准备干净 上的衣服鞋子 但渐渐的 女孩想要的更多 她渴望拥有一双像公主一样的红色舞鞋 但是穿到红色鞋子上教堂并不得体 所以她想老太太一定不会允许她买 又过了几天 当老太太带她去鞋店买新鞋的时候 她利用老夫人眼睛看不清楚 买了一双闪闪发亮的红鞋 并且不顾众人惊讶的眼光 穿着这双红色舞鞋 去教堂做礼拜 幸福平安的日子过没有多久 老太太生病了 女孩本来应该要留下来照顾她的 但村子里刚好举办了舞会 她非常挣扎 因为她非常想穿着美丽的红色舞鞋去跳舞 不过她想 反正老太太迟早会死 离开一个晚上也没有关系 所以就穿上红舞鞋出门了 没想到这双鞋 却突然有了自己的意识 她想往左跳 红鞋偏往右 她想跳进舞池 红鞋去让她跳到街上 她一直跳 一直跳 没办法停下来 从晚上跳到天亮 又继续跳到晚上 就算下雨 也不能停下来 就这样 女孩跳过了街道 田野 坟墓 但是无论如何 也没办法摆脱红舞鞋 女孩真的累得受不了 哭着向上帝请求原谅 但大天使出现斥责小女孩 说这是她的惩罚 她必须一直跳舞 到死为止 女孩继续跳着 来到了筷子手家门口 她哭着求筷子手帮忙 而筷子手把她的双脚砍掉 小女孩这才摆脱了红舞鞋 而被砍掉了双脚 跟着红舞鞋 继续跳舞 跳向了远方 很多人认为 这些童话故事 应该都是凭借想象力 创造出来的 但是想象力来自生活 或许 这些故事的题材 也是源于生活 在欧洲 真的有流行过一种 疯狂跳舞的诡异现象 人们后来就称这个现象为 红舞鞋事件 关于这样的传说 最早在十四世纪前 就出现过 案发地 就是欧洲著名的河流 莱茵河河畔 有人说 是数十位当地居民 有人说 是一群经过的德国士兵 总之 他们突然开始跳舞 只是他们肢体动得诡异 动作也很不连贯 很快的就有人发现这些人表情十分猙獰 有的甚是口吐白沫 但他们仍然不动舞动着自己的身体 直到自己筋疲力竭 身体无法支撑 被活活的泪死 不过在理事上 整整记录的红舞鞋事件 出现在1518年的法国 当时有个夫人突然在大街上 就开始跳起了极歌舞 这是一种腿部动作比较多的舞蹈 常插着踢腿与跳跃 每次表演 都会消耗舞者很多的力气 人们觉得他只是一时兴起来潮 所以 虽然他的舞蹈姿势 并不是这么优美 肢体也不协调 但人们还是抱着鼓励的态度 看他表演 还有人帮他打起了牌子 没有人发现 他亢奋得完全不像一般人 更没有人意识到 这是一切灾难的开端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人们才发现 他紧紧咬着牙关 表情十分扭曲 脸上全是汗水 人们察觉不对劲 便劝夫人停止他的表演 但夫人的动作丝毫没有解慢 反而越跳越快 越跳越疯狂 当众人想要阻止他的时候 才发现证明夫人的身体 早就完全失控 没有任何人 能阻止他的四肢抽搐 就这样 夫人不停跳着舞 直到体力耗尽 口吐白沫地昏倒在地上 手脚还时不时愁动两下 但当他恢复意识 却又开始跳起了舞 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女孩一样 仿佛用无止境 诡异的是 开始陆陆续续 有人加入他的表演 起初只有十个人 后来有越来越多人加入 取摸乱舞的人们 几乎出现在每条大街小巷 后来夫人的呼吸 渐渐微弱了下来 终于筋疲力竭而死 才终于摆脱了跳舞的命运 不过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这起事件在当地 引起不小的骚动 但灾难没有随着 夫人的死亡而结束 人们发现一旦染病 就没有办法停下来 而这种诡异的现象 就像瘟疫一样逐渐蔓延 根据历史的记录 短短的一个月 最后整整四百个人 在街头手舞足道 无止无尽 而瘟疫肆虐好几个月 镇定记或者昏迷 都只能暂时控制四肢 最终 他们都会被自己活活给累死 其他人看到这些景象 都以为他们是被恶魔附身 或者是得罪了上帝 所以决定把这些人隔离 他们把这些 已是被恶魔附身的人 丢到空旷 毫无人烟的山里 不再管他们 这些被扔在山里的人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动 他们多半因为疲劳昏倒 接着被别人踩死 或者因为心脏病发 丢到一半就停止呼吸心跳 通过隔离的效果 没有拯救这些受害者 而欧洲的苦难 也没有因此结束 翻开写记斑斑的史书 事实上不止法国 在德国 荷兰 瑞士等地 都发生过类似这样 令人毛骨悚然的 红武鞋事件 当时的人们相信 这是来自天国的诅咒 不过 在科学进步的今天 对于这个现象 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这起事件的起因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有人认为 是毒蜘蛛的毒液造成的 不过这个说法 存储猜测 没有实验依据 而另一种说法 是一种心理学的疾病 这种病的特质 就在人群会互相影响 所以有些人 在看到某人发病的样子 就会对此产生恐惧 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 就会自我暗示 因此 才会有这么多人 同时产生相同的症状 不过这个观点 也没办法解释 到底零号病人 为什么会跳舞跳个不停 现今最流行的说法 红武鞋事件的源头 是一种叫做 麦角菌的美菌 由于使用了发霉的黑麦 会产生幻觉 长时间兴奋 并伴随抽搐 呕吐的症状 虽然这种说法 最令人接受 而且在科技发达的社会里 不太会有人 在务实发霉的黑麦 不过这些说法 都是科学家和医生们的推论 由于时间遥远 也没有尸体样本的保存 红武鞋事件 至今仍然是个未解的谜 这些人到底为什么 无缘无故失去了生命 也不得而知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做过最近上不下的通知哦 如果有想听的主题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西哥我会努力制作的 我是西哥 我们下次见